各位好,我是你们的老朋友,孙约 有很多的人在想,哎哟,从前的日子过得真苦啊 军公教,苦啊,哎哟,苦啊,过去苦啊,多辛苦,多辛苦 各位啊,你有没有挨过饿啊?我有 我有过两天半夜,就是两天半没有吃过东西 为什么?作战的时候,我们人在那边,补给跟不上,就在作战 你没有吗?也许你有,也许你根本就没有 你有没有连续在一个机构六个月没有发过薪水啊? 有没有?我有,你有没有一年没发过薪水啊?我有 各位啊,很有意思,不要总觉得,哎哟,我辛苦一辈子 其实我回过头来讲,我怎么过来的呢? 那半年我怎么过来的?我刷牙的时候,就到了厨房里头 蘸点那个盐,盐巴,就这么刷刷牙,洗脸,没肥皂,拿毛巾,就这么擦擦,然后去洗洗毛巾 十二个人的编织,要养二十四五个人 我们的钱,全部都供应在吃上了,有吃的满足了,吃什么?随便吃,没想到我要吃什么,我要吃什么 没有资格谈这个,但是那个段苦日子,过来了 各位啊,当我们自己曾经有过一些辛苦,曾经有过一些不为人所知道的那种辛劳的时候啊 回过头来想想,你不是也过来了吗?因为这样,你不是更感觉到有好多的事情 哎,你的那份坚忍,你曾经拥有过艰苦的生活 这些都享受啊,老年的回忆里的不是光是,哎呀,我谈过多少次恋爱,哎呀,我结过多少次婚 我认识多少男朋友,女朋友,等等等等 除了那以外,很多生活上的,工作上的挫折 这些东西对我们都有帮助 当你老了,慢慢你回过头来,在整理的时候,你觉得趣味无穷 为什么这些人,大家相聚在一起,半年不发薪水,而没有人离开 理想,这就是理想 各位,不管你是老年朋友,中年朋友,年轻朋友 你有理想吗?上帝赐福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